各位人民网的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由福建省委依法治省办和人民网福建频道 联合推出的打造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治省系列访谈 我是郑瑶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共三名市委常委 三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军强 我们都知道一座城市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法治的支撑 水生态治理同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 目前我们三名市打造水生态环境治理新样本项目 正式命名为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三名市是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提升水环境的质量的 三名市始终牢记嘱托 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卫民为导向 同步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依法监督 不断铸牢水生态治理的法治屏障 同时我们借力环保督察整改 党政领导生态环境目标责任书考核 专项执法检查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制度等措施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多措并举 守护好潺潺避水 作为全国最早推行合掌制的地势之一 三名水生态治理相关工作 自2019年起连续两年被国务院办公厅督察基地通报表扬 2021年10月 三名市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江乐县荣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我们都知道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那么我们三名市在治理水生态的过程当中 是如何推进科学立法的呢 三名市十分重视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 2016年拥有地方立法权以来 已先后出台八部地方性法规 七部市政府规章 其中涉及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有六部 市政府规章三部 特别是2018年出台的三名市东亚西和鼠沙西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是福建第一部 全国最早出台地方饮用水源保护法规之一 此外我们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规范生态领域行政执法 加强生态司法保护等典型经验做法 总结上升为制度规范 出台规范性文件和相关配套制度 关于生态司法助力合掌制的十条意见 三名市储备排污权管理和出让办法等200多个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依法治水制度体系 推动生态治水科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开展 我们都说只有凝聚合力才能守护好避水清流 请问我们三名市是如何凝聚起生态治水方面的执法 司法合力的呢 我们成立的合掌办 作为一个综合协调机构 在积极建立机制推动治水有章可循的基础上 成立全国首个水执法与云司法述柱治理中心 同时设立驻合掌办检查联络室 法官工作室 河道警长 强化水环境执法与司法衔接配合 值得一提的是三名市水执法与云司法述柱治理中心 是全国首个流域司法述柱治理云平台 拥有可视智能预警管理 立案推送规范执法等六大功能 既是执法司法服务保障流域治理模式的创新 也是信息化领域的一项重要变革 近年来 我是结合机构改革 推进生态综合执法机构全覆盖 市县两级全部成立了生态综合执法机构 从体制机制上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领域 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推诿扯的问题 此外建立了乡镇生态综合管护队 目前全市已有75个乡镇 建立了生态综合管护队伍 占这个全市乡镇总乡镇数的58% 2022年全市查处破坏生态环境案件218件 罚款1741.51万元 行政拘留29件 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有5件 在水治理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这方面 咱们三明市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做法 一是我们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监督作用 市县人大多次审议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 专题询问 常态化开展水生态治理工作监督 市政协探索选聘百名市县政协委员 担任委员合长的这个创新机制 得到省政协批示肯定 2019年以来 市本级供办理生态领域 人大建议和政协体验52件 满意率百分之百 二是主动接受纪委监委 法院检察院监督 2019年以来 全市发出监察建议书6份 司法建议书15份 检察建议书180份 办复率百分之百 三是加强政务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探索企业合长 百姓合长 助力治水 创建合长协会督促推动 并主动在市政府和部门官网 公开和公布水质监测 监督执法等各类信息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如果说依法治水是保障 那么智慧治水则是守护 一江清流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自这个2018年3月起 三名全面启用合长制指挥管理系统 合长制数字指挥平台 整合了原有各种基础数据 监测数据和监控视频等信息 并对接水利 生态环境 住建 农业等部门数据系统 实现信息同步 协同工作和联动办理 各级合长 合长办 通过指挥系统 处理 反馈 派发任务 所有事件处理 闭环管理 全流程监督 存档 作为福建省老工业基地 我们三明市 还充分发挥金融和市场杠杆作用 在全省先行探索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排污权交易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三项改革 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环境自律意识和环保的社会责任意识 2022年 三明市 全市开展环境信用评价企业 达到716家 参评范围不断扩大 全市有178家企业 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 保额达到4.16亿元 排污权出让累积成交总额超5亿元 位居全省第一 听了您的介绍以后 大家对三明用法治力量守护避水清流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对三明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 请问您 那我们三明接下来将如何继续开创 依法治水实践的新局面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 我们三明市将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重要嘱托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 着眼建设美丽和湖 坚持法治引领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 深化全域全过程全链条治水 全力打好避水保卫战 不断把和湖长治引向深入 全力打造美丽中国三明样板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三明市在依法推进水生态治理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天也特别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博士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再会 欢迎订阅您的观看